嗨,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球球 上节课我们讲了发布商品的页面设计 然后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商品管理页面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一个课程的一个课件 商品管理页面的是 就是说我们这个店铺所有的一个商品的一个集合 然后在这里面可以继续添加查看或者是预览 或者是删除等等的一些操作 然后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是整个一个信息对列的一个设计 和一个type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图 我们最终的一个商品管理界面 会是这样的一个列表的形式展现出来 然后上面是整个一个type 这个type会分为几块 就是说销量或者以下架或者按库存的整个一个排序 然后下面就是整个商品的一个展示 这块我们主要提取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是 第一个是对列的展示上面对列 第二个就是商品管理之间的一个层级的一个关系 第三个是就是说用户操作商品的一个管理 即行为的一个预测 我们现在我们这整个一个商品管理是分为三个页面 然后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当点击每一个商品的时候 我们会弹出一个层 这个层会告诉我们对这个商品有哪些操作 是去分享还是去预览编辑或者删除或者上下架 或者查看他整个一个二维码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操作这些操作 因为我们是预测 就是用户可能会有这些行为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他会是某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把整个一个功能的也是对他都罗列出来 然后让入户呢自由的去一个选择 第三个页面呢就是说是商品的一个预览 就是商品预览呢 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过往淘宝的时候 在买东西的时候 而我们看到那个页面就是整个一个商品的一个详细的一个 介绍页 这就是我们从添加编辑 然后最终给消费者看到的一个页面 这就是一个商品的一个整个管理的一个界面嘛 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的一个效果图 我们呢新建一个640x1136的一个画板 下面呢我们再把整个一个左右是20的相似的一个辅助线 上面是128的一个辅助线给他拉出来 拉了之后呢 然后我把之前的一个系统导航栏呢 之前做好的就直接给他拿过来用了 这块呢我就不做了 这块呢我就不做了 我们对其下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这个商品管理呢 这个右边呢出现两个操作的一个图标 一个是搜索 一个是加号 其实这样呢是在我们做商品管理的时候 因为商品呢下面可能是稍微比较多 我们呢就是说如果要想就是指定查找某一款产品的话 直接点搜索 然后搜索一个型号了 或者是根据手字母去搜索 这样去方便我们去去查找管理 然后这个加号呢就是顾名思义了 就是一个添加的一个商品的一个操作 因为在商品管理的时候 可能随时都有添加商品的一个可能 好 那下面呢 然后就开始再做下面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呢 就给它填入一个背景呢 是F6F6 好 我们做这个table table呢 是就是我们用一个语形 宽度呢是640 高度呢我给它设置是90 然后颜色是白色 这白色呢因为是白色 所以呢我们呢在下面呢 要给它加一层 给它加一点点这个阴影 我们给它加的是90度的一个阴影 90度 然后20 距离是1 高度为3 点击确定 给它稍微加点阴影 因为呢这个如果下面有商品的话 我们要这个整个页面呢要table是浮在最上面的 所以下面整个一个有点一个层次感 销量和以下降我们该打上去 设置下一个字体的一个颜色28 然后呢是黑色 然后下面呢是你下降 还有一个呢是库存 我们三个呢去跟它去对齐一下排列一下 因为这块呢要一个选中的效果 我们再用一个红色的 100 宽度为100 高度为呢 为4的 一个矩形 然后呢设置一个红色 给它放到选中的一个下面 然后把再选中的一个字体呢 也变成像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红色的一个颜色值 把中间的一个服务件给它拉出来 我们type做好了 type做好了之后呢 然后把这块整体的一个给它组成一个组 然后做下面的一个商品对列的一个展示 商品对列呢是分为的是三个部分 一个最左边呢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图片 中间是商品的一个名称 然后商品的一个价格 还有它的库存 它的一个销量 然后它的一个编辑的时间 然后最右边呢 然后再有一个图标是相右的一个箭头 这样相右的箭头呢是指我们这块呢是可以点击的 好我们那个用一个矩形功能 然后做呢是同样是640宽 然后高度呢给它设计为200白色的 然后给它加一个描边 我们通用的一个描边的一个颜色呢 是一个像素 大一个像素 然后呢描边是第一第一 然后再用矩形呢建一个150乘150的一个 默认图片的一个区域 我们用点素材 它保存一个一个 image 的一个组 下面呢我们把这个商品的一个名称 我们给它加上去 然后调一下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 字体呢为26 颜色呢为黑色 然后再给它打一个呢 就是商品的一个价格 价格的一个颜色呢 我们用一个红色来给它表示 因为价格呢比较突出 然后我们给它加粗一下 价格呢 价格呢我们给它设置为28 下面呢还会有呢 这个销量库存和呢 这个商家的一个时间 这边 然后字体颜色呢给它设置为一个灰色 99 因为它比较这个不是很重要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呢设置的稍微弱一点 销量 销量 然后下面呢是库存 还有一个呢最后的一个更新时间 然后我们最终呢去给它微调一下对齐一下 下面呢我们再把向左的一个箭头呢给它拉过来 放在垂直居中的一个位置 好这样呢我们一个商品的一个对列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做完了 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个商品的一个对列呢 是包含了一个商品图片 然后呢包含这个商品名称 这个商品名称呢我们设置的是一个两行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文字 因为这样的 因为商品的名称呢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呢不确定它到底呢是一行还是两行还是三行 所以我们最终呢给它以最大的一个宽度呢来做一个实例 就是说两行 如果两行之后如果两行就是显示不下的话 我们就是最后呢给程序呢 然后去讨论一下让如果显示不下 就是最终形成一个点点点的一个省略的一个方式 这边的一个价格 然后还有销量库存 因为这一块呢可能就是会是这个作为一个商家 他是比较在意的 因为他会经常会看到 会希望看到他这款商品的一个销量如何 然后呢还剩多少库存是否再继续这个增加库存等等 因为这一块呢也包也和上面的一个table呢有点联系 因为我们会根据这个销量根据这个以下架或者库存这块去给他做一个这个排序 好 这我们基本上去做了 我们把这块呢 这个商品堆列呢去给他保存一个组 下面呢我们就等于是复制一个这样组 然后里面去给他做成不同的一个形式 比如说这一块呢可能他只有一行 那么一行呢会是怎样的一个效果 好一行 然后把这个图片呢也给他换一张 好吧之前呢就是拿过 好我们这个整个商品管理的商品堆列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成型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呢他就是一个商品list的一个展示 然后呢上面呢会根据这个 我这个商品的一个元素 然后我去筛选去排列 然后呢会有一个查找 然后最后再有一个添加添加商品 这呢就是形成我们一个商品管理的一个 一级页面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商品列表中的某一款 这个商品我点击之后 会呢会有怎样的一个二级页面出来 这二级页面呢其实就是弹出了一个层 这个层呢会罗列出 对该款商品有哪些可用的一个操作 都给它展示出来 这样呢供这个任务呢去自由的去选择 它那里面可能会有呢比如说这个 对该款商品的一个上下架 然后呢是编辑删除 还有是预览 然后呢去分享等等 好我们现在就这样的 重新呢是新建一个层 直接在这个地方 新建一个层 层直接给它是覆盖在上面 因为呢 这就是一个弹出的一个层 里面呢会有一个就是说提示性 因为我们提醒它呢是 尽量是经常去分享 因为分享呢 才会有一个增加曝光度 才会有一个产生交易 我们经常分享会有销量 调整一下位置 经常分享才会有销量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呢是一般的任务 可能就是说刚使用的时候 或者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不太不太理解 会为什么有些功能会给它展示出来 或者等等等等 会怎样的 所以呢我们经常呢 会在做页面的过程中 给页面整体适当的加一些这个 比较稍微人性化一点 易理解的一个提示语去提醒用户 下面呢这是怎样的一个操作 这之后呢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弹层 所以呢这上面肯定 还有一个关闭按钮 我就把之前的一个图标呢 直接给它拉过来 好 对其他的位置 因为呢是在右上角 我们这现在所有的一个图标呢 都是在IR中去做的 下面呢 因为我们是提醒他分享 所以呢 我把这块呢一个 因为我们会经常提醒他去呢 去分享 然后所以呢 把我们把这个分享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操作呢 给它放在最上面 放在上面之后呢 然后下面呢 肯定还有他的一些常用的一个 对该款这个商品的一个操作 好我们也给它拿出来 好 这呢图标呢 其实我在IR中你看100 乘100的一个线框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然后中间呢 就是说也是用一个线框去给它描边 就是我们在做首页的时候 按照同样的一个做法 去给它做出来的 做了之后 然后直接复制到这个PS中 这样我就不再一一去做了 大家看呀 这整个一块呢 我会分为这个也是分为三块 第一块呢 是提示语 第二块呢 是整个一个分享的一个按钮 第三块呢 是成了一个操作 有一个预览 然后编辑删除 然后呢商下架 然后一个还有一个二维码 二维码呢 我们呢 假如我们是朋友之间 或者我们就是面对面之间 我想把这款商品呢 分享给你 我就不需要呢 再去传一个链接 我直接送一个二维码给你 你直接扫 扫一下就直接就可以购买了 是这样的 这个预览呢 点击预览 就是到商品的一个详情 一会我们会把这个商品详情再做一下 而编辑呢 编辑呢 就是直接到我们添加商品的那个界面 因为呢 那个直接在里边去管理一下商品的一个名称 或者商品的一个描述图片等等的 删除呢 就是直接把这款商品呢 是删除掉 上架就是我们在这个添加商品的时候 大家看到那中间的有一个选项 一个开关 就是说是否上架 也就是说基本上在这里边呢 在我们这个商品管理列表中呢 它会包含以上价或以下架的一些东西商品 如果它是未上架的 就是说我们点击商架之后 然后就可以 当消费者去浏览我的一个店铺的时候 他就能会能看到这款商品 而如果我把这款商品下架 其实它也在我的一个商品管理内 但是呢消费者是看不到的 这样呢就是基本上整个的一个 它点击了之后 然后会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下面呢我们就要去做这个 它预览的时候商品详情是怎样的 商品详情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 心里已经有一个印象了 就是我们去淘宝逛淘宝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页面 这就是一个商品的一个详情的一个页面 好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下商品详情的一个页面